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些因素制约 首先一点 就是清政府要想向外国大借外债 要有抵押品 就是中国大借外债的时候 就是以前我们讲甲午战争之后 庚子培馆之后 为了大借外债 已经把很多国家的利权作为抵押品 抵押给了外国 你比如说海关的税收 严离的税收 离金的税收 那么都抵押给了外国 那么也是说清政府这个时候 再想大借外债 几乎没有抵押品了 要是你没有担保品 外国不可能轻易把大量的金钱借给清政府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只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或者是吧 把剩余的关税全部抵押出去 那么或者是用 以腾还出之关产为之抵押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把一部分关产作为抵押 抵押给外国 借了一部分外债 那么后来新政府把这个外债 把这个外债偿还了 是吧 那么这个抵押品就腾出来了 然后用这个抵押品 再做另外一次 后来的这个借外债的抵押品 就是用 以腾还出之关产为之抵押 那么武昌起之后 甚至出现了这么一种非常 让人觉得非常可悲的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争夺外债的抵押品 一个抵押品 中央政府也要用 地方政府也要用 原来这个东三省的总督赵尔逊 他原来准备用这个东三省的 各个海关的收入做担保 来向外国借这个地方性的外债 但是清政府知道之后 马上给赵尔逊打电报 说什么呢 说中央政府就准备用东三省的 这个海关收入做抵押 抵押给外国 那么就要求赵尔逊 说你这个东省 东三省 东省直抵借款应另筹办法 你要借款 你再想别的办法 东三省的这个海关这个税收 由中央政府做抵押 抵押给外国 向外国借外债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要想借外债 抵押品 是吧 在以前的这个外债当中 几乎全部都抵押出去了 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好的抵押品了 这是第一点 制约着清政府大借外债 那么第二点就是清政府这个时候大借外债 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人民群众表示极其强烈的这种反对 你比如讲 山东省 吉林省 那么这些地方的这个商民 那么听说清政府有可能要把本省的土地或者本省的财政收入 是吧 作为这种单押品 这个抵押品 作为抵押 向外国借债 那么这些省的人民就发表声明 说人民绝不承认 就是不承认清政府把自己本省的这种土地或者收入作为抵押品 抵押给外国 那么这样清政府就往往这讲 打电报说 这个事情没有 所以你们不要听起谣言 那么人民群众的这种反对 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 是吧 防止了清政府大量的来这个借外债 那么这是清政府借外债啊 遇到的这个第二个这种阻碍 那么第三 就是清政府在1905年之后宣布要仿行立宪 那么他要仿行立宪的话呢 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预宪的这种规定 按照这个预备立宪的规定 就是清政府向外借债 要经过清政府设立的这个资政院的讨论 资政院必须要议决 那么但是资政院内当中的当中的这些立宪派 民选议员 在很多问题上和清政府 他的政治上是不一致的 和清政府是唱反调的 那么因此清政府 以中国的立权 大借外债的这种做法 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资政院内的立宪派的这种反对 或者否决 那么使得清政府呢 也不能够是吧 非常的这个 肃无忌惮的 是吧 大规模的 来大借外债 他不能够完全随心所欲 那么这样清政府呀 大借外债的这种努力 那么遭到了失败 那么清政府在大借外债的同时 还试图呢 要发行新的钞票 和举接内债 已经说什么呢 要把这种财政危机 转嫁给普通的老百姓 转嫁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1911年11月 就是武商起义之后 那么清政府杜织部 曾经建议 要发行什么呢 要发行一种叫做 宣童宝钞的纸币 还要发行什么呢 发行爱国公债 那么这个发行宣童宝钞 这个事情 在资政院当中没有通过 被否决了 那么这个发行 这个爱国公债这个事情 经过了资政院的修正之后 修改修正 那么通过了 那么就并且拟定了一个 爱国公债章程十四条 那么对于清政府来讲 举借外债 比举借内债 比举借外债要好 因为什么呢 举借内债利息比较低 是吧 也不像举借外债那样 外国会提出 或者附加很多那种 苛刻的政治条件 那么清政府 当然非常希望能够举借内债 那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整个国家的社会动荡不安 是吧 金融恐慌 人心动摇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有钱的人 是不肯轻易把自己的钱 去交给清政府的 就不会轻易去购买 这个清政府的这个国债 因此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纷纷的打电报给清政府 讲什么呢 讲他们这个地方 或者说这个地方非常穷 是吧 没有那些富商大股 很难认购 那么有的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虽然很富 但是这些人呢 现在呢 人心惶惶 很多人都逃跑了 逃到国外去了 也很难购买这个国债 那么因此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就是清政府 虽然发行了这种爱国公债 但是实际上 很难募集到 一定数量的公债 只不过是一种 至上谈兵 那么也说清政府 这个发行公债的这种做法 那么很快呢 也遭到了这种失败 那么除了发行公债之外 清政府 开源的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要什么呢 要开捐筹响 开纳捐输 这种输纳 来筹款 那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清政府的杜织部 提出来呢 要开实官捐利 开实官 就是以前清政府搞的这个捐纳呢 是你交给清政府 一定数量的这个钱 是吧 清政府呢 是给你一个虚嫌 不是实官 但是武昌起义之后 为了给予 获得大量的这种捐款 清政府是开实官 就是捐了钱之后 就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官职 那么这是清政府在十一 在这个武昌起义之后啊 那么准备要开这个实官这个捐利 那么这个 当时这个清政府批准了 但是第二天 很多地方总督巡抚 就打电报给清政府 对于清政府开捐来筹款 这个做法提出了批评 为什么提出来批评 他们主要是这样讲 说现在清政府呢 是在搞预备立宪 准备实行立宪 清政府这个官员呢 是有他的一套这个规章制度的 是吧 是不能够再采取这种捐纳的这种办法 说这是一个 说另外呢 说现在情况很危急 你采取这个捐实官的办法 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也很低 用他的话讲是这样讲 说 熟肯于张智未定之时 输巨资 以兮将来荣宠 就是谁愿意出很多钱 以图将来的时候 能够做清政府的一个什么官 是吧 那么他特别强的一点什么呢 说采取这个捐纳 来筹集款项这个做法 于军用 无鲜毫之补 而违背诏书 失信军民 妨碍宪法 影响十大 什么意思 他就说 采取捐纳的办法 实际上很难得到 这种一定数量的这种财政支持 说你说捐资所获得的这些钱 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帮助 于军用 无 千毫之补 但是在政治上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政治上 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叫做违背诏书 失信军民 妨碍宪法 那么政治影响非常大 那么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 这种立宪的 这种政治上的一个门面 那么最后 不得不下令 取消捐纳 那么清政府通过捐纳 来筹款的这个做法 那么也是破灭了 那么举戒外债不行 举戒内债 内债又失败了 然后呢 开捐官 开捐 是吧 来这个筹集军饷这个做法 那么也没有能够成功 那么清政府 只能够又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叫做滥发同币 滥发同币 强令社会通行纸币 希望通过这种做法 来解决他的财政困难 那么清政府 在这个1910年5月的时候 曾经有计划 要停止旧的这个同源 停住旧的同源 然后把旧的同源都收回来 改住新的同源 来统一全国的这种避制 就是从财政上来讲 清政府的这个设想是对的 那么但是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困难了 那么清政府呢 就不得不命令各个省 重新铸造新 那个旧的同源 来解决这个燃眉直击 又住这个新的 这个重新这个住这个旧的同源 而且呢 要开住呢 当武当时的同源 就是住到大钱 那么他这样做的一个结果 就会使更多的这种恶劣的货币 恶货币充施市场 充施市场 就会造成啊 这种银价日渐 这个铜币 或者之前的这个价格越来越低 那么这样会引起新政府 这个财政更大的一个困难 那么这个当时清政府 一部分官员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财政困难 是由于没有实行纸币 那么他们是相信政府的力量 认为只要清政府 发布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命令 命令这个社会当中 一定要流行纸币 是吧 好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清政府 没有认清当时这种财政 政治形式 就发行了 就发了一个名誉 就告诉全国人民 一定要呢 要照常通用纸币 希望通过这些呢 来解决这个财政危机 但是实际上 这个情况是非常不妙 为什么非常不妙 就是当时有个人做了一个估计 人们估计讲啊 说这个流通当中的纸币呢 他的总额 是6亿5000万两白银 纸币是6亿5000万两白银 那么他是讲说按照财政规律啊 发行6亿5000万两白银的这个纸币 那么大清银行呢 他就要有 他的一半啊 就是3亿2500万两的储备金 他才能够 发行这个6亿5000万两的这个纸币 他说实际上呢 清政府呢 只有1000万两的资本金 1000万两 也说他的纸币的发行量 是超过了他的可发行量的32倍 那么也说在清政府发行这个纸币当中啊 这个纸币啊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他的价值标志 就变成一张废纸 那么清政府 起诉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 命令人们是吧 来这个这个这个行用这个纸币 那么这种做法很明显是违背了财政金融的规律 他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只能够进一步的加重啊 这种财政危机 那么清政府在开源 截流的这同时 是吧 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你比如讲 河后 北京啊 或者京外各个省的啊 这些官员的这种观想啊 缩减一部分开支 他就这种截流的办法 那么但是清政府的这种截流的措施 同样遭到了清政府内部很多官员的反对 你比如讲 在这个1911年10月中旬 清政府的杜织部 就告诉各个省 说什么呢 说现在这个湖北 这个四川 这个湖北湖南 四川这些地方都发生了起义 说现在呢 这个清政府的财政很紧张 因此呢 各个省的行政 凡不及之务 均应灼量停办 就是各个省 不是特别着急的事物 要停一停 要分清重缓急 那么这个作为清政府的杜织部来讲 他要分清重缓急 或许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这个通知 下达到了各个省之后 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 这非常不满 有政治上的原因 对清政府不满 那么也有很多具体的 一些财政上的 或者行政上的原因 你比方讲 就是清政府讲说 各个省的行政 有不及之务 要停一停 是吧 要着量停办 那么广西的巡抚 叫做汪炳坤 得到这个电报之后 马上给清政府回了一个电报 就说什么呢 说杜织部看到了四川 湖北发生了起义 为了要节约这个财政 是吧 那么这个要求呢 要停办一些不及之务 说这个呢 从行政 从这个财政上来讲 或许是对的 他说但是呢 现在各省行政 军系遵照筹备清单办理 乃经奏定 岂能意为停止 什么意思 他就说 现在各个省所办的各个事情 都是按照清政府的 这个预备立显清单来办的 是清政府有这个计划的 而且是经过奏准 经过清朝皇帝批准的 是吧 说像这些事情 是清政府正式通知 正式要做的 清朝皇帝批准的 怎么能够随便停止呢 接着他后面又讲 他说 若主财用者 斥令停办 严筹备者 负策进行 政令分歧 各省无所遵循 缓急 结当 缓急 结将得罪 他说是什么呢 说你这个 主管财政的人 说有些东西要停 可是呢 那些主管预备立显的人 又说你必须要进行这个实行 必须要做 说这个政令分歧 政出多门 他说我们这没有办法遵从 我们按着谁的意见去办呢 叫做缓急 结将得罪 做 是错了 不做也要得罪 也要获罪 对吧 因此才是要求亲政府 说你亲政府呢 要明将预旨 你要发布一个预旨 要讲明什么呢 要将各项行政应办 应停指定事项 宣誓海内 比将亲尊办理 就是你亲政府 你发一个命令 说哪些要办 哪些要停 你要公开去宣布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亲政府 他一直在打着一个预备立宪的 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旗号 那么亲政府 他不可能公开的宣布 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哪些事情要停 那么实际上 亲政府试图呢 要各个地方 停办一些政务的这种做法 那么遭到了地方都府的 一个反对 或者碰了一个软钉子 那么到了1912年的 1911年的12月底 亲政府 他们自己讲 是酷空如洗 君饷无浊 仓库里面 钱都没有了 君饷发不出去了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亲政府 只能又采取另外一个措施 什么措施啊 就是把储存在沈阳故宫里的 和在这个成德热河避暑山庄里的 就是御用瓷器 要加以变卖 就是把皇帝曾经用过这些瓷器拿出来 要变卖 来冲作军饷 那么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时候 亲政府已经困难到什么呢 就是要变卖祖宗的财产 来度过这种财政危机 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非常悲惨的这么一个地步 那么亲政府的财政可以说呢 已经无可避免的要崩溃了 那么通过以上我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亲政府面临的这种财政危机 军事危机 进一步的加剧了 这个亲政府面临的这种政治危机 和军事危机 进一步的加剧了他的财政危机 使他的财政危机 从严重危机走向了崩溃 那么同时 亲政府的财政上的崩溃 又进一步的加剧了青王朝 政治上这种瓦解和失败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